好心的一年 國際依舊相當動盪 在中印邊界爭端也不斷 雙方進行了多次的軍事外交磋商 但是都未果 印度工業部長透露 如果中印邊界穩定和平的話 可以考慮放寬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嚴厲制裁 否則印度不可能給大陸投資夫紅地毯 這是2020年 中印兩軍在加勒萬河谷爆發死亡肉搏戰 現在印度媒體報導 從印軍受訓儀式的訊息中發現 兩軍邊境衝突不止2020年這一次 印軍拿棍棒圍攻解放軍 印媒指出2021年9月到2022年11月間 在喜馬拉雅邊境至少兩次衝突 共軍試圖進入印度領土但遭到挫敗 現在印度的工業部長辛赫表示 如果中國與印度邊界保持和平 那麼印度有可能放寬對中方企業投資印度 採取的嚴厲審查與限制 這是印度高級官員首次暗示 歷史四年對中國投資的限制有可能被解除 中印邊界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 應當放在雙邊關係的適當位置上 妥善加以處理 中印邊境局勢總體保持穩定 邊境事態的解決進程不應影響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 除了印度 北京也試圖穩定美中關係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19日在北京會見美中金融工作組美方代表團 並舉行第三次會議 就金融穩定跨境支付數據反省錢反恐融資等問題進行磋商 美國財政部發聲明指 美方在會上有向中方提出 做一些領域上彼此的分歧 雙方又同意繼續定期會面 還有跟菲律賓的南海衝突 北京當局都說 尋求更好的溝通正試圖穩定多個外交戰場 TVBS 張家寶 陳如文綜合報導 好 我們也來看共軍現在持續發展軍武建造 包括中共海軍首艘次世代的054B型的飛彈護衛艦 近期外星曝光了 被拍到在黃浦江上面航行 照片當中一體化的圍桿繼承了055萬噸的驅逐艦設計理念 不過由於全艦的外型風格很酷似欧系軍艦 所以也格外的引發關注 那根據經文網站的報導 武裝方面呢 我們來看到有哪些 像是具有一座100公里快炮 還有近迫防御快炮系統 跟輕型魚雷發射管 以及所謂的反艦飛彈發射箱 還有總共32座的垂直發射系統 而設計方面呢 雖然表明說會採用的是全電力的推進系統 但是以照片來看 其實採用的依舊是柴油的 動力推進 這似乎凸顯了在發展上面遭遇困難 因此也可能預告即便在服役之後 還是有可能會回場進行大動作的一個改造 那麼進一步來聚焦台海局勢 最近呢 應對了軍情變化 所以您應該很熟悉這國防部每日一報的 週遭空域動態也做出了重大改變 開始會標示空飄氣球的路徑 我們來看看屬於兩岸的氣球大戰 造型像小型飛船 升空之後啟動感知系統 由上而下堅針來犯的目標 這是美國陸軍現有的溪流式氣球系統 也是對台軍援清單選項之一 那美軍也是因為以色列這一個 溪流型的氣球成功部署 所以美軍也重新思考 這些低成本的運作方法 可能會有低空目標來襲的時候 這個就是在23宗發展的 防空用溪流氣球就可以作為阻擋 儘管預算還沒到位 消息指出 由海軍海洋監針指揮部規劃結裝 顯然是用於台灣周遭海域 和低空監控 兩種型號最高的操作高度 分別是1500公尺和4600公尺 如果不屬於東北角一帶 和花東甚至東沙島 理想狀況下 氣球上的各項仇載 將能長時間全天候 替國軍掌控海江風吹草動 前提是相關的系統跟配備 也全數到位 它或許在針尖上面 可以去彌補一些死角 但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就是 它依然還是需要透過這一個 數據鏈或者是數據的傳遞 才能把這珍藏的資料給送回來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在原本的 C4ISR上面沒有辦法去一個 有效的加密或是保固 或者是做到跳平 或者是保證傳輸的安全的話 那也有可能這一個氣球的發揮的 效果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在警鎮上面的話 是有可能會去做 比如說長時間的來進行 岸邊的一個氣毒 或者是防止人口販運走私 最初的確是海巡署有意先行採用 直到近年台海周邊 共建動作頻頻 計畫跟著調整 而11世紀的現在 氣球被更廣泛的用於視野延伸 那中國大陸到底想看到什麼 就是2022年2月出現在美國這種 越洋的長城的這個氣球 它可以搭載的感測器就比較多 就包括部分的這個電池偵測設備 或者是影像設備 那利用在地國的這個就是無線網路 或者是說衛星鏈路把資訊傳回去 可能就是每年中共大概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11月到來年的3月 因為風向的發行最虛風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氣球不會光 我們這個方向漂 它會漂到新太平洋 那大家放的朋友 軍方的單位有形象單位 等等各有各的科學研究 台灣周邊空域或者是西太平洋的 就是相關的氣候傳遞 那基本上它等於是在建立一個模型 這個叫什麼 數字探空儀 駐防外島的國軍部隊 去年也曾在營區食貨類似的氣球產體 時間就在間諜氣球引爆中美信任危機後 其實要談高空氣球的運用 台灣比對岸更早起步 就是說早期我們都會做新站的空漂氣球 就是說我們會在金門 其他外島的地方 我們會去放相關的空間體 但在中間很包含一些文鮮品 當然有包含一些慰問品 隨著情勢變化和科技演進 類似的小動作改由五人機取代 不過從去年12月8號開始 國防部一日一報周遭空雨動態 更不時揭露中共空飄氣球的動向 做法變革引發討論 並不是說中共它變多 而是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機制 去固定時間去公布 是有可能是在 是目前在一個美國的要求之下 對於整體的一個東北亞的一個局勢的 安全的前提底下 而去做了一個規劃 特別是其中幾枚在大選期間 不知不覺飄過台灣上空 當各界直覺連結的灰色地帶衝突 學者分析每一筆數據蒐集都有其用意義 天上飄來的大多不是禮物 當氣球大戰隱約在兩岸飄起 民眾還不用過分擔憂 有關單位卻不能跟著視若無睹 TVB的新聞徐坤山葉甫 台北道 好 為了增加國防自衛能力 一年義務役今年起恢復實施 國防部公開完整訓練內容 希望達成遊民轉兵 時間在交易作痕 好 我們來看到 現在一年的義務役將要來上線了 所以首提的新制 一年期義務役在25號的時候 就要入伍了 那總共會安排8週的入伍訓練之後 再讓他們下部隊 而現在會由206旅 302旅 203旅的步兵 來進行接訓 而接訓的幹部當然也會進行 手榴彈的投擲訓練 主要除了會嚴格要求之外 說是包含姿勢 動作 這些都會來加強訓練 那麼希望未來他們可以轉化所學 也來傳授經驗 而國防部的目標就是遊民轉軍 第一階段是軍人的核心價值訓練 第二階段基礎訓練 到了第三階段則是會有比較 進階的組合訓練 而最後還會有期末建策 那包含的項目像是步槍射擊 機槍機械以及戰鬥教練 夜間射擊體能戰技 甚至也會來模擬戰場 那麼中國大陸頻繁發射火箭 也成為部分旅遊賣點 但有業者聲稱花一萬二 可以到內場看升空 結果卻被帶到了明宅屋頂 中國大陸長征運載火箭升空 這次發射天舟七號貨運太空船 載送包含蘋果等5.6噸的物資 上太空站 是太空人的春節大禮包 另一個角度看 火箭發射的瞬間 就像顆小太陽 幾公里外的池塘都被照亮 請大批民眾為官 也成為另一種旅遊噱頭 收看遊客投訴 他們在網路上向旅行社購買 觀看海南文昌火箭發射的內場套票 一張要價2888人民幣 將近一萬二台幣 但是到了現場就被領隊告知 因為特殊原因無法進入 被帶到了民宅小屋頂 大約一百多人受害 領隊還很嗆 雙方僵持不下後 工作人員重新安排 將旅行團帶到聚集上萬人的沙灘 看天洲七號發射 花了大把鈔票以為能近距離 看火箭那場 卻是騙局一場 現在當地官方介入立案調查中 TVBH 專家寶 陳瑞文綜合報導 好 日本的月球狙擊手無人探測器 順利登陸了月球南極表面 成為了全球第五個登月成功的國家 還寫下了人類精準降落的紀錄 這款小型的無人探測器Sling 探測器只比網球稍微大一些些 還能改變形狀以便宜移動 而且開發過程當中 還攜手了玩具廠來合作 這次成功登陸也讓日本成為了 繼美國 前蘇聯 中國大陸跟印度之後 第五個登月成功的國家 博先生問題來了 雖然登陸成功 但是探測器所搭載的太陽能電池 沒有辦法運作 因此目前將先行研究月球表面數據 而未來更希望的是透過數據 揭開月球的水資源之謎 日本月球探測器在台灣時間 十九號晚間十一點二十分 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 成為全球第五個成功登陸月球的國家 熬夜緊盯直播 日本太空迷開心慶祝這一刻 美國太空總署NASA署長也隨即推穩祝賀 但日本的登月計畫似乎美中不足 探測器上的太陽能電池無法順利發電 不排除與降落時的角度有關 目前只能靠探測器本身電力與地球連接 但能撐多久日本也不清楚 儘管如此 這次登月還是創下不少新進路 包括成功在距離預定地點 一百公尺內精準著陸 有助未來月球探勘 日本登月計畫從2017年開始歷經多次失敗 去年4月發射白鹿號登月艙 卻在降落月球前與地面失聯 如今日本終於踏上月球表面 但如果探測器無法確實充電 日本的探月計畫恐怕又得從頭來過 TVVN新聞綜合報導 好 也來看鐵飯碗不鐵了嗎 台灣公務員離職率增加 尤其土木建築專業更是明顯 新北市新工處近三年的 平均離職人數高達19位 全身貫注看著公文開始一整天忙碌工作 他是新北市新工處主任秘書 資深的公務員談到近幾年人事動態 矚密很有感 因為我們科技業的回流 加上這個廠房的需求增加 那政府又在積極推動的一個擴大前章基礎建設 造成這個土木建築的人才的需求激增 那因為業界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已經大量提升他們的薪資 這大量吸引了我們很多人才 玩業界的發展 公務員光環逐漸退却 以新北市新工處為例 2017到2019年三年 每年都還可以有20人左右報導 但從2020年開始 每年需求23人 連續三年報導數卻只有3人 那這三年的平均離職人數 卻高達19人 人事流動出現微妙變化 大概平均是19人 所以我們確實新工 新北市新工處在這個人才外流非常嚴重 那加上說我們這幾年 這近三年來說 我們其實我們總額的工程預算是215億 那在人少 那工程多 然後又政策急迫推動的狀況下 那這個工程 我們土木工程又兼具了安全 那甚至常態性的一個夜間施工 其實非常辛勞 不只是新北 台北市公務員也拉起人事警報 以2023年為例 台北市土木建管類科分發 申請204人 卻只來了70人報導 缺額高達三分之二 雙北地區公務員都缺人 矚密分析原因 在於疫情期間 民間企業人才需求增加 開出高額薪水 和目前公務員員薪水有明顯落差 薪資結構成為重要關鍵 建議中央跟人事總處 要研領公務員 土木建築相關薪資跟市場接軌 才能流入人才 民生院及人事總處這邊 我們是建議說 希望針對公務人員 土木建築職系這個人員的薪資 要去相當於現在市場行情 這樣才能讓國家政府留下人才 在雲林縣府工作多年 林小姐處理過不少事務 本來有機會報考公務員 但每天看著辛苦的公務員生活 心裡非常有感 去處理的時候 他還是得去上班 那也會在很多地方政府 他可能會有那個加班費 財政縮減的情況下 他會去控管我們的人員的加班時數 全台灣的公務員 近幾年都出現報道率低 離職率高的情況 包含中南部地區 從公務員報考率來看 也有顯著下滑 2016年到2020年 報考人數維持40多萬人 但2021年只剩下38萬 2022年再降到34.8萬人 其中高普考還有升等考試 從2012年的23.3萬人 減到2022年的9.9萬人 減幅相當明顯 最主要也是因為擁有這個土木技師相關的 專業證照的人 他們可以考慮到去民間做任職 像我們調查到在民間做任職的話 平均的這個薪資可以拿到9萬4的月薪 不過呢在政府方面的公職 平均的薪資大約落在6萬8 再加上民間呢 還會有一些相關的獎金或配股 學者分析公務員缺乏原因 依次薪資結構 近年缺工多 民間企業開出高薪 土木建築單位有專業政召人才 跳槽機率大增 再來是公務員 有時候得第一線承擔民意 加上部門長官的帶領風格 都是影響公務人員去留關鍵 退休制度跟現在的勞工 是一模一樣的 那以往公教人員的退休 事實上是有誘因的 那這個誘因沒有了 所以相對的報考 這個公務員跟教師人數也驟降 全台公務員出現人力荒 人才流失拉起警報 薪資結構失去優勢 鐵飯碗光環不再 第一片新聞 立華來一鳴 台北查邦報導 房屋租金也持續攀升 不少年輕人的薪水 都被房租吃掉 美國最新研究指出 房租杯的越重 早死的機率會越高 這邊就是我現在住的房子 它大概就是七坪左右 然後它有垃圾袋 我覺得還不錯 還可以養貌 你看它還有這個耶 紅衣機 很多地方是沒有的 七坪大的小套房 空間不大 但機能俱全 這是上班族Kimi剛落腳的租屋處 他說在外租屋越來越貴 漲幅實在驚人 真的也是越來越貴 我以前七千塊還可以住新一區的一個小套房 現在是沒辦法 現在都要一萬二以上 等於說好你薪水沒有漲 那你要去多花下半時間再去打一份工 你才可以支付你的所有生活開銷 Kimi擔任社區秘書 月薪僅三萬五 但月租金就要逼近1.5萬 等於每月有將近一半的薪水在養房東 是養房東沒錯啊 對啊我覺得很多現在年輕人應該都是這樣 你的薪水不會漲太多 但是房那個房租一直在漲 你只要一退租 房東清完整理乾淨 你這間房間他可能一定會再漲一兩千 一兩千這樣子漲 薪水都花在租金上 若再扣掉水電和生活費所剩無幾 根據主計總書統計 去年11月 房租指數已經達到了104.7 再度寫下歷史新高 年增率更連四個月超過2% 進一步觀察各區房租上漲情況 中部和東部漲幅雙雙突破3% 最為明顯 因為中南部跟東部過去的 這個租金的基期也比較低 那隨著這一波的房價的上漲 以及央行的升息 那房東紛紛把成本轉嫁到租金上 所以中南部跟東部的租金漲幅 就比較顯著一點 全台房租不斷上漲 租足的負擔越來越重 龐大的經濟壓力 恐怕也會影響到身心健康 美國郵項最新的研究指出 房租背得越重 未來早死的機率越高 將房租占收入50%的人 跟房租占收入30%的人相比 未來20年內 死亡的機率可能會提高9%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與人口普查局經濟研究中心合作 做了一份調查 就發現房租上漲的速度 若遠超過薪資增加的幅度 租足可能面臨更高的早死風險 主因是這群人長期忍受高額的租金壓力 對健康和生活品質產生不利影響 進而減短壽命 因為你可能收入本來就低 所以你的房租占比就高 那你的收入低 換句話說你可能買的保險就少 再來你的社會階層可能就抵成 然後你相對的生活環境 居住的品質 飲食的動機就差 再來房租占你比例很高 相對於就很大的壓力 搞不好影響到你的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但究竟房租和薪水的比例該如何分配 房仲業者表示 未建議租足 租金千萬不要超過薪水的三分之一 一旦超過就會排擠到生活費 甚至是儲蓄保險等財務規劃 你盡量去找以你的薪水的三成 去條件去篩選你想要的房子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第一個 現在就是一般的生活費 當然也提高不少 因為通膨 再來就是你的一些娛樂等等 如果你其實你在租屋的部分 你超過了三成以上的話 其實在你的生活的品質 其實是會降低不少的 如果租金支出超過月收入的 三分之一以上 代表說你的租金負擔可能有點過重了 這樣子 你如果要儲存自己的第一桶金 會比較來的慢 未來有買房的打算的話 這樣你距離買房的目標會比較遙遠 可以考慮到蛋白區去租房子 尤其是雙北市都會區的捷運 是非常方便的 到蛋白區租 租金壓力會比較低 只是說上班的通勤時間會拉長 全台租金持續漲不停 租得越久 虧得越多 租屋越來越貴 想要存錢買房 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TVBS新聞 焦翰文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